大早安 这点国际呢 先看到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围棋三天的一个华盛顿行 那么整理一下王毅 他这一次的行程重点 是在26号第一天的时候 先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并且是共进工作晚餐 那么接着27号上午呢 他再一次的赴国务院 展开第二次和布林肯的对谈 那么接着呢 他是前往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来见面 下午呢 才是接着再见到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那么就中美关系呢 在两个人的通话中 对话当中呢 是就中美关系 以哈冲突 俄乌还有台海议题 是谈话了三个小时 那么行程满满这一次 他三天的访问 那么光和布林肯谈呢 其实就已经谈了最久 是长达六个小时 他们是针对了中美的分歧 矛盾还有全球挑战 重启双方军事对话的 这些议题来交换意见 而和拜登呢 则是谈了一个小时 那么白宫就表示 拜登在会上就强调 美中呢都是要以负责任的方式 来管理双边关系的一个竞争 同样呢也是强调 和布林肯谈话一样呢 是强调沟通管道的一个畅通 以及一同处理全球的挑战 那么总结呢 这三个对话呢 一共是十个多小时 双方就聚焦在中美关系 还有全球议题 那么其实现在呢 当前的全球议题 不外乎呢 就是尾巴战争 那么在尾巴问题上 其实王毅他在访美之前 23号才是分别的和尾巴的外长进行通话 当时呢 王毅就对以色列的外长表示 尽管呢 双方都是有一个自卫的权利 但是呢 也应该是要遵守国际法 保护平民的安全 那么这也被外界就解读呢 北京政府他们是承认 一国是有自卫权利 等同呢 是在访美之前 给了美国还有以色列面子 因为呢 其实看到双方的立场上 中东战火中呢 美方是强力的支持美国 而北京政府呢 他们则是主张要立刻的停火 但是呢 现在随着以色列准备要进攻加萨 大陆真正的立场 其实还是要和全球同步 总结呢 现在中方对于尾巴问题的一个三点总结 首先呢 是推动停止战争 然后是防止战事会升级 第二是支持两国的方案 实现八国人民 他们的生存 还有回归权 那么最后呢 第三点是尽快地召开国际合会 来推动和谈 那么其实呢 面对现在已经三个礼拜的中东战火 其实国际上最优心的担心之一呢 就是战火会不断地扩大 引起一条新的战线 那么联合国大会是在美东时间 27号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决议 要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 他们要实现立即持久且持续的 人道主义休战 并且是要求救援物资 不受阻的进到被围困的加萨地带 而巴勒斯坦助联合国大使 他在大会中 他就控诉 其实呢 在暂时10月7号以来 这个三个礼拜 已经有近3000位的无辜儿童 在加萨 遭到以色列的杀害 3000 children in Gaza were killed by Israel in the last almost three weeks I repeat 3000 children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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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这项决议案是由约旦提出在联合国大会的120票赞成 45票弃权包括了以色列和美国的14票反对 获得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 但很可惜的是这项联大决议它是不具有约束力 至于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是有影响力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但是没有约束力 那么尽管以色列跟美国就谴责这项决议通过 但是也反映出以色列在加强地面的行动之后 美国和以色列在国际上现在他们的立场其实是备受孤立的 那么在战事部分以色列目前就对加萨地面攻势 似乎是越来越靠近这个时间也是蓄势待发 除了宣布要扩带空中和地面的部队攻击 根据新闻报道以色列表示 现在只要在情况条件的许可之下就会发动攻势 并且是警告随着战事进到下一个阶段 目前以色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保证媒体的安全 而目前以色列他们是已经切断和加萨的部分通讯 Go bien了 Tesla 弦逅中个处理 以前的声渴囊 一直趻 Hussein 死人 路上 可以聽到凌晨加薩 所以不斷地有空襲的爆炸聲 似乎是已經成為加薩民眾的日常 以色列的攻擊行動 現在無論是在陸海空三方 是一天比一天還要猛烈 哈馬斯更指控以色列在海上 是進行一個報復性的打擊 有一次同時 以色列27號他們就公布了 畫面中可以看到是第13艦隊 在夜艦隊加薩南部 進行有針對性的海上打擊 那麼根據以國國防部 他們剛剛提供的一個夜市畫面 炮火是猛攻哈馬斯 他們的軍事基礎設施 但專家就點出 為什麼現在是攻擊軍事基礎設施 這個是因為其中一個原因 是以色列他們是要堵住 封堵哈馬斯 他們在軍事設備的地下鐵路 以及殲滅哈馬斯 因為其實剛剛可以看到 哈馬斯他們有長達數百公里 深達80公尺的地道網路 那麼目前這也是以色列方面 面臨的最大挑戰 更多情況交給國際關心記者 韓軍磊 是的主播 以色列開始加大對加薩的 轟炸規模 從以色列南部的空中可以看到 多枚飛彈劃過黑夜 從以軍公布的畫面可以看到 以軍空襲地道上方 因為內部設有多個火藥庫 因此發生了第二次爆炸 這個複雜的地道系統 由1300多條地道組成 綿延500公里 並且有些地道 深達地下70公尺 可以承受以軍的轟炸 被以軍視為進攻的一大難題 哈加利表示 地面進攻加薩 已經在27號晚上展開 巴勒斯坦電信服務商指出 經以軍猛烈的轟擊 當地電信 網際網路等 都已經受創無法使用 人道組織巴勒斯坦 紅星樂會也表示 該組織與目前加薩辦事處 及所有地面團隊 完全失去聯繫 以上是最新清新主播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肉腔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藉口